如果家属之中有人病至昏迷状态 但又不能用佛号祝念 因病者及家人都不幸福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是否可否在病者面前念地藏经给他听 昏迷者是否听见我们念经 念经之前要对病者怎样开始 你这个问话里头有矛盾 你说病者及家属都不幸福 都不幸福你念地藏经 他怎么不相信呢 都不幸福这个事情麻烦 你要说是他不相信净土 他还相信别的法门 那些 他相信哪一个法门 就用哪一个法门的仪归 禁论 多好 当然 对于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 灵命中时有时候劝他 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义真状怨 这个时候往往他听到他生欢喜喜 往年我们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 有一位居士 就是在临终时候 才闻到佛法 他往生 临终的一念十念 都能往生 这个殊胜音乐 触动他过去生动的深刻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 两三天里面 他能够功夫不间断 一样有成就 这个我们在48月 第18月里面都看到的 临终的人对他开示 最重要的 劝导他 放下誓言 放下所有一切的牵挂 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 总对于自己的家一 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 放不下 这是很大的障碍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劝他 万元放下 一心向福 随着佛去往生 这是最上乘的 那么临终的开示 地藏经上 有榜样 告诉他 把他自己 心爱的宝物 他最喜欢的东西 将他变卖 为他修复 这个修复里面 最殊胜的 是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的方法 塑造佛像 如果财力 并不是那么多 现在可以用什么 用印佛像 我们界缘的里面 这个彩色的画像 这是供养佛宝 印诵经书 那么现在还包括 彩虑带 彩虹带 彩虹带 光碟 这是法宝 供养法宝 不是出家人 这是供养三宝 所以把他的积蓄 把他心爱东西变卖来 供养三宝 以这个功德 回向给他 让他自己听到 他自己明白 这都是身外之物 他带不走的 供养的功德 他可以带走的 使他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如果他的财富很多 那就可以修大供养 这古人把自己的住职 布施作为道场 这个功德就更大了 像我们过去到南京 去参观精灵客经处 精灵客经处 是洋人山居士的住职 是他的家 他往生之后 就把他这个家军线出来 作为客经处 供养三宝 这个是有财富 有力量的人 这个做法 殊胜了 他懂得了 他是行家了 这个佛学家了 他懂得 他这个做法 财是财师 无为师 通通去做 一切供养中 罚供养为罪 他把它捐出来 做客经处 我们去参观 我们去参观国 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杨人山居士 是念佛往生 他要是不念佛 不求往生 这一个功德 他也一定到天上去向天佛求 他这个佛报不在人间 这些例子 我们得多想想 多为病人开导 这个时候 不能说啰嗦话 不能跟他讲经说法 那时候来不及了 时间来不及了 方向外面 特别是 他要给你说出 看到什么什么人在哪里 什么什么人在门口 所说的都是 他的亲朋好友 已经故事 我们在病重的时候 常常看到这个情形 在第三经上说 是不是他的家亲眷属 不是 是冤情债主 变成他家亲眷属的模样 来诱惑他 来引他去 赢他走了之后 那就跟他算账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关头 这叫魔镜心借 特别提醒他 不要理他 就是这一句话 他要说我看见这个人 看见那个人 大声提醒他 不要理他 不要管他 老是念佛 佛来了 才可以跟他去 不是佛 谁都不要去理他 就这一句提醒他 就好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看见他 是什么都重要 是什么都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